Hello 歡迎大家收看美聯志富頻道 我是主持人Riki 身邊有兩位嘉賓 分別是獨立愛會商品分析師盧楚人Jasper 以及美聯金融集團托子及營運總監梁PageaPack 今天找來兩位就想談談最近一個熱誇題 就是關於會試 其實我們看到大家最近都 雖然去不了旅行 就說要唱的 因為那些央子很划算 然後大家有時可能要移民 又或者是小孩去外國讀書 其實在想現在可不可以唱一下英鎊好呢 其實都是說來講 其實都是關於最近的會試超波動 所以不如問一下兩位 先問一下Jasper 現在的會試形勢 你自己怎樣去判斷這麼波動 其實這個情況都 我想會延續下去 因為最主要 你看到那個貨幣政策 美國和一些非美國家的央行 他們的貨幣政策 始終跟美國有一個距離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未來美金的強勢會繼續下去 甚至有些貨幣 就算加息也好 你見到今年他們 都是會下跌的 譬如澳洲 紐西蘭 英國 以至澳洲 都開始加息 但是加息之後 他們的貨幣分別先後都是下跌 所以莫說威力是一些未加息的貨幣 所以無論有加息的貨幣 有輕微加息的貨幣也好 甚至乎未來沒有加息壓力的貨幣也好 對比美國這麽鷹派的貨幣政策 我相信從現在開始到年底也好 我相信這個格局也不會變 對 Ted的看法是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其實我們都見到 除了美金之外 其實各國的貨幣相對地都會偏遠 或者去試一些歷史上的低位 可能大家很關心的日圓 早一段時間裏面都跌到一個 大家真的就算去不到旅行 都要搶一日圓的衝動 因為都聽小數消息說 其實早兩三個星期 都開始有人在銀行排隊 都是為了搶一日圓 我相信都是持續地 在剛才Jaswa所說 如果美聯儲局對於這個 強勢的貨幣政策的處理的話 其實這段時間我相信 周邊不同的國家 其實他們的貨幣政策都會相對地 因為美元的強勢而偏遠 是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如我們逐個貨幣說一下 我們看到日圓 之前曾經跌穿過六算 其實現在兩位 怎樣看日圓的走勢呢 我自己較為對日圓比較悲觀 過去這一年多 我想大家看到日圓 我過去一年多都是看淡日圓 持續下去 我不斷把日圓的目標價填低 最主要令到我對日圓沒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剛才所說 美日之間的貨幣政策 是一個兩個極端 你說有加息的貨幣 都照下跌 更何況日圓 完全沒有加息壓力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日圓的後市都是較為悲觀 而另一方面 我想大家也看到 除了沒有加息壓力之外 日本的通脹 亦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顯著急升 所以這個情況也是對日圓不利 大家看到商品價格 亦是這個層面上 大家比較忽略的 大家重點是 美國和日本的貨幣政策兩極 這是對的 但另一個重點 令到日圓就像江河日下 和鹿岳山一樣 最主要是商品價格的上升 同一方面的貨幣 因為日本是一個工業國家 它需要大量的能源 大量的商品和原材料 是對他們的工業製造出口 所以那些原材料商品價格 能源價格急升 最近對他們的工業 就百上加根了 所以在他們的情況 日圓雖然是跌了 但對他們的工業出口 是沒有什麼 是他們對工業的幫助 但是對他們的成本 就變得多了 所以在好處方面 就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在日圓下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見不到日本經濟 有什麼起色不但 日本經濟依然是一潭醒水 所以更加令到我們覺得 日本央行更加沒有條件加息 所以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 導致日圓我相信後市 都會繼續下跌 這個趨勢 我相信大家一方面 可以看著目標價 二方面更加要什麼 就跟往時不同 往時我們就可能看目標價 到 那就可能會轉勢 今次是什麼時候才會轉勢呢 就剛才所說 它的基本因素改變 才會轉勢 例如什麼呢 相反的價格牛市轉紅市 日本央行有加息壓力 日本經濟開始復甦 重要的是 美國那邊加息和同指 因為日本就算加息也好 如果美國那邊更加加息 加息力度更加猛烈的話 日圓也是沒有人行 但相反 美國那邊加息停止了 色友見頂 日本又剛開始加息 這樣的情況出現 才對日圓可能會叫指跌而升 但剛才我所說的可能性 在短期內 根本是沒有可能出現的 聽你這樣說 其實大家都不用急著去搶贏 Pack 你是不是看得這麼悲觀呢 我有少少跟Jasper有少少的方向 有些類似 不過其中有幾個元素 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 因為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日本經濟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過往這幾十年 其實都不算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加上現在美國又開始說去加息 坦白說 其實周遭這麼多的國家 其實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都會有一個通脹的壓力 都有加息的情況出現 除了日本之外 但是我們要留意一下 其實在過往這幾個月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GDP的數字 其實有輕微的復甦的跡象 顯示日本經濟自己內需 可能相對地跌到差不多 又或者因為之前疫情的影響 他們都開始把那個防疫政策放緩了 令到更加多的人出來去做消費 這件事其實是有少少正面的衝擊的 再加上其實不知道關不關乎到大 可能就是他們自己的政府都會看得到 因為這段時間裡面 他們的經濟不敬器 所以都會看到可能六月份開始 當地政府也都會放官了一個旅遊的政策 因為日本除了是一個強大的輸出角 而且也是一個旅遊的政策 所以我相信他們都會做過一些地方去救市 尤其是去救他們自己的本土經濟 相對的情況之下 就算在這段時間裡長遠來說 也是一個偏弱的環境 但是我們都有可能會留意到 當他們搬回旅遊政策的時候 有可能有一些輕微的調整 即是說本上他們經濟是短暫的復甦 令到他們的匯率有機會再長長一段時間 但長遠來看我都贊成Jasper所說的 因為大環境因素裡面 真的不能夠令到日本的經濟有一個持續的向好 所以我們都說可以先買 但是看到他們一般這樣一刻 留意會不會是他們的政策上的影響 令到他們的經濟有細微復甦 導致他們的匯率會提升一點點 是的 但是我想問兩位西 大家都很關心對日圓的時機是否正確 譬如現在大概錄算到的水平 現在這些位置可能大家先換一點點 其實是否你覺得都可以 還是可能等到它五算的時候 你們才會覺得吸引呢 Casper那些呢 是好的 我覺得就不用心急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一隻貨幣是走一個紅市跌的時候 我的策略過去 無論去旅遊、買樓還是交學費都好 都是用的時候先換 相反如果貨幣是走牛市 上升 未來你知道自己要用的話 不妨真的要先買一頂 我自己本身對日圓也挺淡的 我也是很認同 上個禮拜 日圓先生 陳年英姿所說 他的看法 就說日圓有機會去到150 即如果對港幣大約5.3 我自己的目標就沒有他那麼淡 我自己的終極目標 大約是147 如果147的話 我想去到5.45 就可能會有一個強力反彈 所以這一點大家可以留意 那Pak呢 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我的看法都累積 但是因為現在可能大家都 剛才我也有說過 市場上面其實對於 陸選這個消息其實是很震撼的 因為我想應該大家可能 這十多二十年都沒有怎麼看過 這個情況都忍不住 買回來 可能不是說投資的價值 可能只是擺到準備去旅行用 但是你們說 可能真的視乎大家 對於現在現狀的情況去考慮 剛才說 可能我們有些學家會說 可能去到5.3 或者剛才Juster說 可能去到5.7 這樣的情況 那 未知道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也都長遠是向著這個方向 那始終貨幣不像一般的投資環境 那可能都需要一些長的時間才能達到 因為剛才也說過 可能長遠地會偏遠 但是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會不會是在疫情的時候 放寬的時候 都有機會會上升呢 那這段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我也是建議 謹慎一點去留意走勢 是的 那兩位就給大家一些意見 另一個很想和兩位聊一下的貨幣 就是英鎊 英鎊呢 其實那個勢都是衰衰的 JASPER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呢 先分析一下 譬如你自己有怎樣看 是不是跟日圓一樣都看得這麼淡呢 是的 沒錯 去年就很看淡JASPER 都沒有令自己失望 JASPER 爭氣 爭氣就是它真的跌了下來 現在我部署是看榜下跌的 因為榜我相信有機會代替日圓 成為最弱的貨幣 這就是一個超級黑馬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具備了很多暴跌的條件 是暴跌不是下跌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見到英國的情況 近這兩個月 英鎊的基本因素 是出現了一個大逆轉 大逆轉就是什麼呢 原本大家都覺得它有份加息 英鎊也有份升 應該 但是不是了 都會趕跌 但是最令到英鎊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 約翰遜那個派對媒事件 令到它帶領的保守黨 在剛剛的地方選舉大敗 大家一方面想 它會不會下跌呢 就算它不下跌也好 我相信 它這個上位也很難做下去 因為它沒有了民心 它有民望而急跌 這也是其次 最令到我不安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今次的地方選舉大敗得來 北愛爾蘭的地方選舉 北愛的新分榜 居然可以取得第一大榜 所以大家的擔心就是什麼呢 都不需要擔心 肯定會做的 就是它一定會搞一個脫英獨立公投 獨立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回歸到愛爾蘭那邊 所以如果一旦北愛是來搞這個脫英 脫英和愛爾蘭統一公投的話 蘇格蘭那邊也是 蘇格蘭因為疫情的緣故就不搞住 但是據報他們當地 就想明年再搞 所以如果明年來將來 蘇格蘭那邊又說要搞脫英的獨立公投 北愛那邊又搞的話 我想對英國來說 毫無疑問是一個重大打擊 因為國家四分連連 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英國的經濟 比美國更差 它的情況是比美國更差 它的經濟現在不單是一個放緩 是一個衰退和滯脹的邊緣 所以變成英鎊方面的後市 我相信真的是急急可危 所以大家這個我覺得 因為英鎊 即是你說去日本玩 換錢 我想大家換得有限數字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作為家長 子女去英國讀書 買樓 這是一個比較龐大的數額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這個龐大的數額 是否要心急換取呢 還是先看清楚呢 這個大家真的不妨可以留意著 那個相關的基本因素 是否真的向著壞那邊發展下去 如果是的話 對英鎊來說 後市是相當不利 Pan 你是否參考的看法 都是覺得英鎊其實現在都是一般 其實坦白說 在美聯儲加息幅度這麼快的時候 其實這個星期之內 升了這麼高 其實在英國現在的貨幣裡面 我們都看到其實真的是一個比較偏弱的情況 當然剛才Jasper都說了一個很大規模的 他們的國家的地緣政治 或者相對因素的影響 我偏重一點是他自己現在國家經濟 和通脹的壓力裡面 這部分的東西可能可以多說一些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其實都有知道 其實在英國的部分 其實都有很多的通脹盤上出現了 導致很多的市民 需要至於速食 有一個調查顯示 有25%的人口 需要吃一點餐 去對抗這個通脹的情況 現在最新的通脹率 即是1% 預期下月的通脹率會去到8% 這方面有可能導致到英國國會 有加息壓力 傳統上來說 通常都會說 加息的話英鎊就會上升 剛才Jasper都說過 上次加息 它都沒有升 這次再加息 是否還是會不升呢 這方面我覺得是有不穩定的因素出現著 因為始終坦白說 在本土的經濟上 是真的比較疲乏的 但是有些人都會說 會不會是因為旅遊 或者是一個移民的因素 令到當地買樓的事業 買車的事業會好 我相信這些是個別例子 我相信這些是個別例子 始終剛才都有說過 無論你是移民也好 你買樓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決定 當然都是量力而為 但你問我這段時間 英鎊是否處於一個低位 我跟你說也是一個歷史上的低位 那你說會不會再下跌 再低一點 其實有這個可能 但是視乎 我也是剛才都說 視乎之後英國國會有幾個不同的選舉 結果是怎樣 或者這段時間 因為接下來這兩個月 他們英國國民 又或者不同的地方的居民 對於這次結果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會是更加刺激 但是不可以忽略的 就是它的通脹壓力 其實部會加息這個要求一定會上升 所以就可能因為這個部分的情況影響 都會帶少許它的波動 是啊 那我們剛才談過 譬如日元 兩位不看好 英鎊大家都不看好 但其實歐元那方面 歐元其實都是一般的 歐元其實都是一般的 歐元貨幣方面 Jasper 是不是全面都是看淡 一樣是 其實也是的 這個你無可避憐 因為始終現在的戰事發生在歐洲 還有這個戰事看來都不是可以 這一兩個月可以解決 都是一個持久戰 所以變成這樣的持久戰 打下去 對歐洲整體經濟 我先不要說俄羅斯和瓦蘭 他們兩個國家有多雙 他們兩個自然雙 但是周邊國家 整個歐洲來說 其實都會很雙 所以變成歐元的會價 長遠來說 受著俄烏戰士的影響拖累 我相信持續都會向下行 貨幣政策方面也是 沒錯 接下來七月他們會加息 但是如果你說歐洲加息 你說它會加多少次呢 一次?兩次? 還是三次? 比盡它三次了 但是美國是否接下來會加三次息口呢 美國我們看得到它加息的次數 是接下來看不到有多少次 可能是十次 可能是二十次 所以變成這麼強烈的對比下 我相信歐元的匯價 繼續被捱打 是一個必然趨勢 嗯 是的 但是聽完兩位這樣說 其實真的很難怪 美匯那方面這麼強 美匯指數我們看到這麼強勢 不如我們也談談美匯指數 集中 其實你們兩位看 其實現在那個高位 是不是可以再高一些呢 即是還未見你們 比如在心目中的高位 美匯指數是的 我想短期間 它有一定的回調壓力在 但是回調壓力過後 我相信 都是純粹一個技術性調整 你看到美匯過去的升浪 這一年多 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現在正正就是 有一個回調 回調過後 我相信第一 105那個位 可能會 就是叫做 向上上 105上川德寧 我想 適合大家 不妨可以再遠一點 看到110 甚至120 的水平 我相信 基於剛才我所說的 美國的貨幣政策 都是繼續維持這樣的鷹派的話 而其他國家 都不是說不加息 但是如果加息力度 遠遠低於美國的話 我相信 對於美匯方面 後市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阿鐵呢 我也同意傑斯川的說法 因為都是看回到9月9日 究竟歐聯儲和歐洲方面 究竟對於它加息的方向是怎樣 因為其實過往那兩季 我們都會聽到 其實都是雷聲大雨 怎麼笑 因為持續地 我們會看到歐美兩地 其實它對於這個 息差的持續擴大 其實真的導致到 美元上昇的情況 如果你說叫我去看 究竟歐元 剛才所說的不同的貨幣 比英鎊和日圓的話 我相信我覺得 歐元 在這個情況裏面 在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隱憂都比較大 因為始終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戰士會維持多久 尤其是可能當時我們都說 可能普京都有說過 可能我一個月之內 或者幾多個日之內 我們就會將 烏克蘭這個戰士完結 其實講講一下 其實已經三個月 所以其實持續的戰士裏面 令到很多歐洲國家的地方 都出現了很多不同相對地的 香港很持續的影響 尤其是可能他們 之前預期 其實2022年 歐洲都有估計過 可能他們的經濟成長 會有大概去到4% 但是現在已經大幅下調到2.7% 那就是會據說 其實在這三個月來講 令到整個歐洲 他們的預期是變了1.3% 那你的戰士繼續生長的話 繼續去形成的話 其實這個預算 有可能會繼續去下調 令到整個歐洲的經濟體系 其實可能會進一步的衰退 或者會變得更加差 那加上剛才都有講過 其實歐洲政府那邊 都不是夠膽去做一個 很大動作的加息的情況 同比越來越差距越大的話 其實歐元的跌幅 我覺得都是相對地會持續下去 嗯 是的 大家都跟我們分析了環球的貨幣 但是說回我們香港這邊 其實港匯那邊都很弱 我們看到今年其實金管局 都幾次出走去救市 那其實如果兩位 我們看完環球的貨幣裡面 你們有沒有看好哪一個貨幣市場 可以看好一點點呢 貨幣市場真的假不下手 唯一真的是美金而已 因為始終我們 如果要冒出這麼大的風險 去所謂的襯堤吸納呢 如果你說貨幣跌至低水平 原來它的基本因素 在醞釀改變的話 我們就不妨考慮 但是現在我看到的情況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利好因素 或者是那些基本因素在改變 導致非美貨幣有個轉角市 除非你說見到美國的加息 開始見頂了 如果是的話 我想非美貨幣就能想過 但是現在美國的加息見頂 是遙遙無期的 一年後兩年後三年後大家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期間 你說駁美國加息見頂 而去選擇非美貨幣的話 我想現在這一刻 就真是言之上早了 嗯 是的 那Pack呢 有沒有哪些貨幣可以提好一點 還是都是美元 其實坦白說一句 你說如果剛才也說過 可能在貨幣上 未必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去撈底 始終因為周邊的環境因素影響 其實很多大環境因素都會導致各個強角去變 除了美元之外 他們的貨幣的走勢都可能會向下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都可以提議 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可能聽眾也好 或者香港市民也好 除了他們投資貨幣之外 又或者不會在今時今日才入市 又可能在早一段時間已經入市 那相對地 可能現在他們拿著一些綁 或者是怎樣安排去處理 這個大家要更加去留意 剛才我們有說過 有些地方 例如可能除了大環境因素之外 例如在英國或者日本 他們相對的地方 可能在小環境因素中 可能是經濟上的旅遊 或者是移民的政策 可能相關地就會有一些衝擊 那這部分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在外匯的安排的時候 除了真的掌握外匯之外 會不會可能藉著這些機會 去做一些相關的投資 因為始終外匯現在這段時間是走弱 但是剛才所說 可能移民政策會令到當地的樓房會上升 會不會在這個時刻裡 其實除了把握了一個匯率 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也都可以吃著 在其他投資產品上面的升幅呢 這部分大家都可以留意 是的 如果大家對一些海外樓有興趣 都可以找回我們的專家 如果大家對匯率 就要留意一下JASPER 因為JASPER經常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匯率的走勢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JASPER和PAT 和我們拆解了這些環球貨幣 那我們下一集有什麼嘉賓 大家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 我們這集時間都在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